中共央视又爆尴尬事 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名单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一般来说 这个名单最晚在8月底就广为人知了 尽管央视综艺的官方微博15号否认了 春晚要停办一年的说法 不过最近央视的棘手势实在不少 男主播瑞成刚被爆料涉嫌贪腐和间谍罪 多位女主播又被曝光是中共高官的情妇 前有制片人落马后有高管被查 现在春晚又难产 这就更让民众感到央视本身的这部大戏 真是高潮迭起 由于央视春晚的总导演名单迟迟没有公布 大陆精华时报最近询问了春晚宣传的负责人 对方回应说春晚还没启动 由于往年春晚总导演的名单 最迟都在8月底公布 而现在已经到了9月中旬 所以网上流传春晚可能会停办一年 还有消息说春晚的总导演迟迟不公布 是因为明年的除夕是2月18号 比以往要晚 往年除夕大多在1月下旬 不会是那一个因素 一个是和央视的内部的人事变动 处理一些丑闻有一定的关系 更深层的 目前的形势变化也挺快 在意识形态上 他们前站处于调整的状态 宣传口径要如何统一 如何跟得上 春晚的主题怎么样把握 也可能他们内部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近期央视持续震荡 近几个月已经有近20名主管和员工 被带走调查 如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 记录频道总监刘文 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 央视八套的副总监黄海涛 财经频道制片人王世杰和田立武 以及财经频道主持人瑞成刚等 曾自称代表亚洲向奥巴马提问的瑞成刚 刚刚被微博实名曝光 涉嫌利用央视采访资源敛财 泄露经济情报 以及介绍和组织卖淫等罪名 曾担任过央视财经频道和广告中心 两大核心部门负责人的郭振喜 则被曝光八年中捞了20亿 在央视工作了22年的他 也被指涉嫌李东升案 民间讽刺 央视是中共高官的后宫 央视女主播沈冰 劳春燕就被传是中共前高官周永康 李东升等人的情妇 还有消息说 周永康的第三任妻子 央视编辑贾小叶 以及最高检察长曹建明的第三任妻子 央视当红主播之一王小鸭 都是前央视副台长李东升 性贿赂中共最高层的一部分 在大量丑闻连续曝光后 央视 尤其是他的所谓名牌节目春晚 在民众心中早已名声扫地 央视就是共产党 欺骗中国人的宣传机器 传声筒 它的每一个节目 都是精心策划的 对全体中国人洗脑春晚 说白了只不过是更精致 随着中国人 对事情的真相 对共产党本质 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越来越多的人 非常反感 一位湖南衡阳人批评央视和春晚 是男道女昌 没有文化引领价值 还有一位 夹在广东东莞的民众评价春晚 没有人看 早该停 占用资源 她不外还好一点 过年多闹心了 站着那个地方 节目还不好 又秘俗啊 又低级啊 她还违避那些核心的价值 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一点意思都没有 其实说白了就是浪费时间 这个谁都知道 民间对春晚的态度 是一边倒的叫停之声 有湖北天门的网友说 确实没必要办春晚了 没意思的很 浙江宁波的网友说 是该停了 还有一位天津人写道 春晚劳民伤财 早就该停办了